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与我笔铃而坐 请与我笔铃而坐 在寂静之处 为笔铃而坐 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 为支撑 无心灵骨 为结束缝 黄土无处 为定止一切迫害 尽此一梦何举骨 与无声处 让我们 同将彼此改变 与无声处 让我们 同将终生就渡 同将终生就渡 这首歌是我国著名南高音歌唱家 光桂敏先生 为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演唱的一首歌曲 歌声中那生生的呼唤 感动了全世界所有心存善念的人 从1999年的7月20日到今天 法轮功修炼者们 因为坚持对神佛的信仰 坚持对宇宙特性真善忍的追求 被中共邪党控制下的中国政府 残酷迫害整整23年 23年的岁月 可以让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长大成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23年的时光可以让一棵小树苗 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23年的耕耘 可以让努力的人成就一番事业 完成一个梦想 然而 这些法轮功学员们 却以平和的心态 坚强的意志 用23年的坚持 始终如一的善念 身体力行地去告诉世人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虽然23年来 为了这份信念 他们经受着误解和谩骂 遭遇了绑架和拘禁 虽然23年来 为了这句真言 他们经历了流离失所 妻离死散 遭受了酷刑折磨 精神迫害 甚至被活摘器官牟利虐杀 但是有着大善大人品行的他们 却在23年的血雨腥风中 不但承受住了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与打压 还在迫害的逆境中 以他们由内而外所展现出的坚忍与纯善 让全世界人们知道了 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 让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响彻了整个神州大地 也让所有善良的人们 彻底认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 少年朋友 你或许会问 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面这两则故事 应该能让你有所了解 这一片只有一个店不卖假盐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在市郊开了一家卖日用品和食品的小店 在日常经营中 我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 要求自己不但要做到真 不卖假货 也要做到善 笑脸迎客 语言祥和 更要做到人 对顾客服务周到 不厌其烦 让每个顾客都能高兴而来 满意而归 所以我小店的生意一直都很好 周围的人都说 也不知道这老板娘有什么吸引力 生意这么好 附近有个女孩叫阿珍 经常来我店里买东西 还说已经得到了她爸妈的同意 要任我做干妈 有一天阿珍跟我聊天 眼睛无意中落到店里放盐的地方 于是就转移话题问我说 干妈 你卖假盐吗 我说 进货时 是有人叫我进三脚钱一包的假盐 说可以跟真言一个价钱卖 我说不行 我不能做这种昧良心的事 就一口拒绝了 怎么了 阿珍 你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 是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是修真的 怎么可能去卖假货 阿珍听后开心的说 我就说我不会看错你的 果然我的干妈绝对不会去卖假盐 听她这么一说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于是她就把前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了我 原来啊 那天他们一帮人在邮电局里聊天 其中一个阿婆说 现在的人真离谱 城管昨天抽查食品 没收了一大车假盐 这一片的店好像除了前面那家店以外 都在卖假盐 阿珍听后就说 你说的那家店是我干妈开的 那些人就问阿珍 那你干妈是不是也不会卖假盐 那当然了 我干妈是练法轮功的 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连假话都不说 怎么可能会去卖假货 肯定不会卖假盐的 听到这儿我才知道 这几天盐为什么卖得这么快 原来是这么回事 阿珍接着又说 现在周围的邻居都说 法轮功真好 江泽民真坏 不让人练法轮功 就等于不让人做好人 总经理明真相后 主动帮人做三退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在一家私营企业上班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四十多岁 精明能干 因为我在工作中 实时按法轮功修炼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 工作认真负责 不但努力钻研业务 还对名利看得很淡 所以总经理一直十分器重我 也很相信我 每年过年的时候 单位都要走访客户 总经理就会将我接触的客户的礼品 直接给我让我单独去送 过后也从不再过问 因为他知道 即便有些客户联系不上 我也不会将礼品占为己有 而是会主动地将礼品如数退回公司 每当工作空余时 我就会给总经理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 不但将天安门自焚委案中的多处疑点分析给他听 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告诉给他 而他每次都会仔细地听 并时不时地点头表示赞同 特别是当他知道 我前几年得过宫颈癌还是晚期 在没有做手术 没化疗的情况下 神奇般地康复了之后 更是对法轮大法的神奇赞不绝口 因为作为我的领导 他十分清楚 我这几年从来没有请过病假去治疗 他对我说 从你身上 我已经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趋病健身的奇效 你的现状完全看不出来曾经得过绝症 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而且我去过很多国家 在那些国家到处都能见到练法轮功的 这么多国家都接受法轮功 唯独中共迫害法轮功 对此我早就心有疑虑 觉得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肯定有问题 所以我也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历史一定会给法轮功一个正确的评判 听他这么说后 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 并帮助他在海外退党网站 发表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声明 2015年下半年 总经理的母亲得了败血病 她十分着急 于是我就特意去了她的办公室 想给她母亲送点慰问金 和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 她看到我手上拿的东西后急切地说 这个钱我不要 我只要这个护身符 听她这么说我欣慰地笑了 我说 既然你这么相信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 你就告诉你母亲 每天诚心敬念护身符上的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字真言 就一定会有神迹出现的 她一边点着头 一边说 我肯定会告诉她的 就这样原本被医院判定 过不了2016年新年的母亲 不但过了年 现在还依然健康地活着 后来不久 我因工作变动 离开了总经理身边 有一天 正在工作的我 突然接到了总经理的电话 电话中 她焦急地询问我 怎样在网上办理 退出中共协党的三退 我说你不是早退了吗 她说 我是要帮别人做三退 我听了十分高兴 赶紧将网上三退的方法 告诉了她 两个月后 我们见面时 她自信地告诉我 我不但会办理三退 还会通过查询密码 查验退党证书呢 亲爱的少年朋友 如果不是听了这两则故事 你可能想不到 二十三年来 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 就是这样在坚守自己 对真善忍信仰的同时 秉持善念 润物无声 和平理性地 通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用法轮功修炼者 朴实无华的言行举止 唤起了世人的良知和觉醒 你可能也想不到 正是这份始终如一的善心 为世界带来了希望 让中共邪党在迫害正信中 走向了解体和灭亡 愿所有的少年朋友 都能在法轮功学员 始终如一的善心呼唤中 明白真相 走向未来 沿着风雨走过四季 带着希望走向你 难凭千重忙碧腹自起 任世间苍苍变化 我的心是终如一的善心 将你揪起碗香 心天天天天地 沿着风雨走过四季 带着希望走过四季 带着希望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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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的善心 将你走起碗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